我想我們以後還是不要再見面比較好一點啦 反正大家都不適合大家的 怪談之 自死不如 為甚麼你喜歡長頭髮的女生 我就留長頭髮 你說喜歡穿長裙的女生 我就穿長裙 你說喜歡這隻香水 我都一一照做 為甚麼 為甚麼你一定要離開我 我們不對嘛 這麼簡單就是不對 你說我知道 我有甚麼不對 你說吧 我改 我改呀 放手吧 都說不是你的錯了 真是煩你 你知道 我這些花花公子不對你的 你這些女生 斯文得來又經常顧家 你找個正經一點的男人 我…我… 父家公子志明 和樣子很乖巧的家美 他們兩個在人家眼裡 看來真是格格不入 但是愛情這件事 從來都是沒有解釋的 家美 她很喜歡志明 但是現在 志明一句說不對 就要離開她 她拿著她那部開篷跑車 絕塵而去 只是留下 神情外製的家美 一個人 暴行回家 回到家裡 家美一句說話都沒有說 就衝進洗手間 她抱著膝蓋 坐在地上 嘔嘔聲哭 為甚麼…為甚麼你一定要離開我 難道…難道你真的當我玩具嗎 玩厭了就不要嗎 為甚麼…為甚麼呀… 家美這個時候 一手拿起打火機 將她和志明的合招 一把火 燒了 心裏面 不其然地回想起 當日志明 她說很喜歡長頭髮的女仔 女仔呀 當然是長頭髮眼大大的 聽到這句說話 當時家美還是短頭髮人 她真的用了很長很長時間 才把自己的頭髮留長 現在她看到自己的長頭髮 家美就不其然想起志明這個壞人 為了忘記她 家美決定把她自己的頭髮全部剪掉 壞人來的 我不喜歡長頭髮的 為了你…為了你我留了長頭髮 壞人來的 我殺殺她 殺… 殺她 第二 家美的死訊傳出來 無論是家美的爸爸媽媽 還是朋友 都沒辦法相信 一個本來這麼好的女仔 為甚麼會…自尋短見 而且家美的死狀相當恐怖 她是在浴缸窄色而死 而且頸上有一道很明顯的傷痕 好像是被她自己的頭髮勒死的感覺 警方來到的時候 只是發現有一句面目浮腫 被大片頭髮捲著頸部的屍體 一個星期之後 志明在睡夢當中 被一個神秘的電話 吵醒了 吵醒了 啊,哪個鬼啊,媽媽打電話來 啊,搞錯啊,凌晨三點鐘打電話來,什麼鬼啊 到底是誰會深夜三點鐘打電話來 他當時垂眼懵鬆,沒看清楚,拿起手機就接聽 但是,那邊只是聽到,不斷地自止聲響 好像那些收音機接收不良訊號一樣 智明越聽越生氣,哄到幾聲之後 那邊還沒有人認,於是他就破口大蠻 喂,喂,說話啊,撐你個肺啊,在這裡晚上玩東西啊 知不知道在幾點鐘啊,喂,喂 是,智明在這裡破口大罵 但是,他越罵得大聲,電話那邊的聲音就越來越大 這個時候,房裡面,牆壁當中,突然傳來到一些聲音 好像,好像有些老鼠經過那樣聲,什麼回事 智明突然覺得好像有一個黑影,籠罩了自己 他打那麼高頭一看,哎呀,這件,這件天花板上面 竟然布滿了一條一條,黑色的牆頭髮 智明看到這樣,嚇得整個屋子吐了 那些牆頭髮慢慢慢慢從天花板那裡扔下來 整個房間,都是牆頭髮 那些牆頭髮越來越接近智明 啊,啊,啊,不要,不要,不要過來啊 他這個時候,整個彈起來 下床,連鞋都不穩了,拚拚碰碰龍就衝出房 智明從房衝到大廳,不知是因為心驚,還是什麼原因 他喘氣喘得很急 也可能是剛才出現在他面前的景象,實在太恐怖了 他整個人嘔吐地站在那裡 沒事了,應該沒事了 正當他轉回頭想看是什麼回事的時候 突然間 他發覺 在身後邊,天花板上面,好像一樣東西 他微微擔心一看 哎呀,只見家美的屍體,竟然浮在天花板上面 他,為何會這樣,他,他難道死而復生 這個時候,他見到那個家美 整個人,背部是黏著天花板的 而那些頭髮,好像有生命力一樣 緊緊地抓緊天花板 控制著家美的屍體 令到他,慢慢慢慢地向前移動 任何人見到這個景象,都會嚇到膽破 智明亦都不例外 他這個時候,口陣陣地跪下就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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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有心的 你,你這個死不怪我事的,不怪我事的 你,你,你走啊,你走啊,你不要快來啊 這個時候,家美定住不用 他面上,一點表情都沒有 只是在這裡,不斷想像有些血滴出來一樣 突然間,在他那些頭髮當中 有一束,慢慢地伸過來 那些頭髮,伸得很慢 但是,但是智明,怎麼動都動不到 只是忘記那些頭髮,慢慢地伸過來自己 在這裡,而且開始慢慢收緊 不要 我还是很爱你 你不要弄死我 这个时候 不断地有些怪声 好像家美那些牙齿 在磨来磨去 而且 他好像有些东西想说 不过现在家美 已经是一个死人 任凭志明再努力 争扎求要 亦都是枉延 因为真正有生命的 是家美那一粗 大有怨恨的长饭 直至致命断气之后 那些头发 就好像蛇一样 拖着家美和志明的尸体 一路翻滚 一路爬向外面 好像要爬向他们最后的目的地 或者真正是要这样 他们两个 才不会再分开了 我让他们最后的目的地 和他们最后的目的地 都发现 纯属虚构 如有类同 实属不谈